去酒吧里约了七个小哥哥 我兴致高昂的从一数到七 却发现多了一个 抬头望去 新婚老公正站在我面前 我瞪大双眼 老公 你居然还干这个 宋经则黑着脸 手腕上的青筋抱起 林欢 你猜我会不会打110举报你 包厢里 小哥站成了一排 高冷行 可爱行 暖男行 样样俱全 除了不会用钱砸我 看着的确是比宋经则那张面贪脸 好受不少 我悠哉悠哉掏出手机 录了个视频 发在某音嘚瑟 又收获七个小哥哥 美滋滋 视频里 一群帅哥簇拥在我周围 一个为我吃水果 一个为我喝酒 剩下的给我捏肩锤腿 没想到 随便一发的视频 意外上热门了 姐 谁是你的心肩虫 左边那个 看着有10086个心颜子 建议送给我 姐 右边那小子 还宠我们抛妹眼 不能要 太能玩儿了 我把我老公送给你 给我100万成步 这届网友 真会玩儿 我津津有味地翻着评论 忽然 指尖一读 你和你老公闹矛盾了 一看头像 是荷花 颇有老年人风 我直接跳过 墨里 下一条 纯黑头像 包厢发来 我认识你老公 陌生 挨地发的 我呵呵一笑 这年头 还有人喜欢搞恶作剧 笑话 你认识我老公 你怎么不说你 就是我老公呢 几乎同时 对面回了个省略号 我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窝在沙发上 吃帅哥递来的葡萄 回想着来之前 宋经泽一直忙 从未考虑过我的感受 所以表妹点了七个小哥哥 约我happy的时候 我毫不犹豫答应了 酒过三旬 暗紫色的灯光 愈发暧昧 他们玩得很high 表妹与他们打成一块 恰恰这时 包厢门猛地被推开 我神色不耐地抬起头 谁呀 林欢 卧槽 我没听错吧 宋经泽的声音 冷冷的 能把我扎死 他站在门外 一动不动 脸色很黑 突然多了一个人 我身旁的帅哥 十分不满 一把抡起我的手 贴在他胸口 姐姐 这是谁呀 我敢肯定 宋经泽听到了 我躲避着他的目光 连忙扯开小哥的手 求生欲极强 弟弟 这是我老公 小哥明显不信 一脸委屈 姐姐 你刚刚还说你老公是我呢 这真是我老公 比黄金白银还真 我绝望地闭了眼 这时 宋经则迈着大长腿 走到我跟前 扬了扬手中的手机 林欢 看着屏幕上的110 我耸了 一把抱住他的大腿 老公 别报警 会影响我们孩子正神 你还知道 我是你老公 宋经则气笑了 家法伺候 家法伺候 我瞬间化身小黄人 我是个海棠文作者 前不久 因为写的文尺度 有电过被抓进了橘子 好在是第一次进橘子 宋经则来保释完 警察就放我离开了 他的鼻梁很高 人也很勇猛 宋经则凑近我耳边说 一晚上不长记性 那就两晚上 男人的食指和中指 是用来加烟的 不是拿来欺负女孩子的 我上车时 宋经则正在念这段话 画风尤其古怪 仔细一听 扑 这不是我写的文膜 我是个取名费 所以男主直接叫宋经则 完了 我侧过头 极力掩饰住通红的耳根 宋经则把手机扔到我怀里 冷应道 林欢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些话 他的嗓音暗哑 我貌似只说过家法伺候 于是 我被家法伺候了一晚上 如今 他又说起了家法伺候 想起被伺候的经历 我怂了 立马向表妹使眼色 表妹意会到我的意思 塞给他们一人一千块钱 带着他们离开 七个小哥哥恋恋不舍地看着我 姐姐 咱们以后常联系 我在心底叹了口气 还想有以后 他们走后 宋经则靠近我 语气微怒 林欢 花着我的钱找帅哥 还以后常联系 看着他挺拔板正的身形 我扎扎舌 小声辩驳 结婚的时候 你不是说了 我可以随便花膜 我自己挣钱给 自己戴绿帽 宋经则舌尖抵着后槽牙 额上的青筋明显 手机 给我 你再拖延一秒 被王景发现的可能性 就多一分 这种眼神 我太熟悉了 我瑟缩着脖子 乖乖把手机递了过去 想到某些聊天内容 我怕了 你别看 微信两个字还没说出口 宋经则冷冷地 看我一眼 自带耸包属性的我 赶紧闭上了嘴 老天 保佑 聊天内容 一定不要被他看见 宋经则点开某音 三两下 把视频删了 又在屏幕上 勾勾点点 弄了好一会儿 正准备把手机给我 手指停顿片刻 他毅然决然点进了微信 看到和表妹的聊天记录时 他脸色一沉 姐 出来玩会啊 丑惧 我要为我老公 守身如玉 表妹一连发了三条消息 姐 我今晚约了七个 还是那批人 来不来玩 看来 你是无福销售了 也对 有个律师老公 要是被抓住了 打官司 怕是惨得 酷茶子都不剩 七个 报位置 我不介意裸奔 诸如此类的聊天 数不胜数 宋经泽看了一个小时 我一直在躺着装死 等我拿到手机时 他已经把那七个小哥哥 全部删了 并凶巴巴地说 不准在家回来 我哪敢在家回来啊 羞耻心晃荡 我大气而都不敢出 你不怪我 宋经泽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一本正经地冲我勾勾手 林欢 和你说个事 我十分狗腿子道 你说你说 黑头像 黑头像 荷花头像 是我妈 我瞪大双眼 尽可能控制住 面部表情 宋经泽说啥 那个中年风的阿姨 是他妈 他拿起西装外套 看戏地回笑了一下 你想想 怎么和妈解释吧 我还没想好 赵女士的电话 就杀来了 我长叹一口气 林欢 面对疾风吧 该来的总会来 面对赵晴 我就是胆小鬼中的战斗机 结婚的时候 她心仪的儿媳不是我 所以 婆媳关系 一直不是很理想 说吧 和荆泽怎么回事 声音一如既往的冷硬 我底气不足 妈 我们很好 把电话给她 她在洗澡 不太方便吧 你俩结婚了 还害羞什么呢 她很固执 周旋了十分钟 我任命 走到浴室门口 故意关顺道 老公 妈来电话了 宋经泽明白我的心思 从门里探出手 给我吧 沾着水的大手透亮 细长细长的 看着这只手 想到某些经历 我不由得脸红了 就是这双手 让我 我拍了拍脸 把手机递给她 她接过的那一刻 湿湿的指尖 对上了我的 我彭腹触电了 腿有点麻 耳边回绕着宋经泽 应付赵晴的声音 过了好几分钟 我才缓过神来 浴室里的水声 已经停止 我把腿准备离开 又被突如其来的声音 吓了一跳 你处在这看我洗澡 声音落下 伴随着门的打开 我贴在门上 重心不稳 直直砸进浴室里 眼看着就要摔了 宋经泽反应迅速 横跟在我和地板之间 于是我 双腿一弯 跪到了她面前 拜了个早年 看着仅是有力的腹肌 我强忍住 想摸一把的机动 然后 别过脸不知所措 毕竟 我和她只是一对 精神上陌生 身体上熟悉的夫妻 宋经泽后退两步 眼眸没时磨温度 擦头发的动作不停 林欢 正好 咱们算算今晚的账 宋经泽在一旁办公 长长的睫毛头下了剪影 金丝眼镜架在她鼻梁上 无比禁欲 张染又发了条语音 收到表妹发来的消息时 我正在宋家沙发上躺着玩 我调小音量 生怕被宋经泽听见 小心翼翼地点开 姐 今晚七点 老地方线 播放的一刹那 她的声音饱满透亮 在客厅里还有回声 完了 忘记把听筒模式关了 我赶紧捂住听筒 奈何两只手不太协调 手机在空中画出一道优美的抛物线 不听使唤地滚到了宋经泽脚下 他一声 屏幕着地 我的心也跟着碎了 这 新买的手机 还莫来得及贴手机膜呢 还好花的是宋经泽的钱 有点心疼但不多 宋经泽似乎和我有心灵感应 他的盒上笔记本 弯弯腰 轻轻松松捡了起来 他一改往常风格 居然一眼也莫看 直接扔到我怀里 继续办公 他薄唇紧紧抿着 平淡如常 应该是莫听见 不然又要加法伺候了 提心吊胆持续到饭桌上 眼看着宋经泽莫说什么 赵女士又忍不住询问了 那条饰品怎么回事 加菜的手一读 我放下筷子 正准备解释 就被轻轻地踢了一脚 桌上就三个人 排除赵晴 只能是宋经泽了 妈 这是欢欢他们作者之间的聚餐 美食模式 影响多了 听她这么说 我嘴里的饭差点喷出来 救命 宋经泽今天怎么这么好心 赵晴半信半疑 真的 宋经泽说谎话 也不带脸红道 真的 赵晴绷着的脸 终于有了一丝愉悦 那你们俩得抓紧时间 要个孩子了 人家安安的孩子都满月了 听到安安二字 宋经泽神色一变 安然结婚了 赵晴笑了 你不知道 孩子都满月了 是个男孩 前不久还和我视频了呢 有问题 都说结了婚的女人 是福尔摩斯 我的第一直觉就是 宋经泽对安然有不一样的感情 况且 安然就是赵女士 重义的儿媳妇儿 结婚之前 我就旁敲侧击地 问过宋经泽他和安然的关系 他都闭口不谈 种种迹象表明 他俩之间肯定有猫腻 自从安然两个字提上饭桌后 气氛就怪怪的 宋经泽沉默着 赵晴时不时叹口气 只有我 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想拨大侠 奈何刚做的美甲太长 拨了十来之后 指甲折了 我正愁怎么办时 沉默许久的宋经泽出生了 去洗手 看着油腻腻的双手 好吧 是该洗了 可是我还没吃够呢 碍于他的视线太过侵略 我老老实实地地去洗手了 等洗完手回来 我发现 我的碗里 摆了好几只剥好的虾 宋经泽正戴着手套 一只一只地剥 直到盘子里的虾陷了底 他不是一向都不喜欢 碰这种带壳的食物吗 今天改姓了 赵晴看着宋经泽叹了口气 所以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 要个孩子 宋经泽慢条斯理地 取下手套 孩子的事 那您得问问您儿媳妇儿了 问我 突然被Q 口中的虾 还莫来不得嚼 就咽下去了 妈 不急 顺其自然 我和宋经泽结婚 也只是因为合适 毫无感情可言 说土点 宋经泽是我的救命恩人 大二那年 我第一次在江边遇见他 张染被绿了 闹着要跳江 我赶到时 他已经跑到了甲板尽头处 情势危急 我急不跑到他面前 抓住他的手 声泪俱下 媳妇儿 你别跳 要是你跳了 那以后 你的那份压碎钱 我就含泪替你收下了 听了我的话 张染哭得更惨了 表姐 劝人不是这么劝的 你劝得我更想跳了 怎么办 我哑口无语 接收到一旁群众的视线 我也紧张地想 跟着跳了 有个一身 剑子肉的大哥 对着口形 你转移他的注意力 我偷偷靠近他 我连连点头 张染情绪上了头 企图纵身一跃 说时迟那时快 一位大哥成功地 抓住了他的双手 我反应快 也跟着去拽 木头堆砌的甲板 格外磨手 拽了好几分钟 我的手心都磨出血了 张染依旧不肯上来 姐 我不甘心 我正愁着怎么办 身后突然挤进来 一个男人 三两下 就把张染拽上来了 看着完好无损的张染 我刚松了一口气 却没想到下一秒 就被人一脚踹了下去 好家伙 我还不想挂呀 冬天的江水太动人了 身体无尽的下沉 接踵而来的是窒息感 不知过了多久 我隐隐约约听到一阵叫声 接着腰上一沉 有人把我捞了起来 慢慢靠岸 迷迷糊糊之中 我费力睁开了眼 就我的那人的全身 已经湿透了 晕前的最后一眼 我只觉得他长得有点 像我前男友他兄弟 叫什么来着 哦对 宋经则 第二天一醒 前男友以为为爱 跳江的那个人是我 捧着一束花 跪在我面前痛哭流涕 欢欢 虽然我们分手了 但你也不至于跳江啊 我一脸猛低 不就过了一晚上 为爱寻死的人 怎磨成我了 我真的不喜欢你了 你也想用这种方法 来挽回我 我妈当即让他滚 他麻溜地滚了 宋经则却处在原地 手里还拿着我妈宋的锦旗 他救了我 我妈笑咪咪的 不停地套进户 小宋啊 你有女朋友了吗 宋经则老老实实回答没有 真巧 我闺女也没有 要不你俩加个微信 我一时莫反应过来 妈 你想什么呢 等反应过来 宋经则已经掏出了手机 一边点出二维码 一边意味深长地说 阿姨 这不太好吧 我妈称一声 有啥不好 我看挺好 加了好友后 宋经则给我发的 第一条消息就是 虽然锦旗很好看 但是我不想再收到第二面了 我囧住了 那个 其实我是被人不小心踹下去的 宋经则发来条语音 嗓音明显带笑 是吗 哎 我索性不回复了 反正他也不相信 不知过了多久 聊天旷又谈出一条消息 我信 其实是我把你踹下去的 救命恩人居然是取命之人 反转来得太快 我一时间没消化过来 人言否 宋经则 抱歉 情况太急 莫控制好力道 我 所以你就把我踹了下去 还得了一面锦旗 要是我妈知道了 肯定连夜让我把她删了 经历这次事之后 宋经则时不时就给我发消息 时间一久 我和她聊得也越来越熟 宋经则是因为合适 才答应和我结婚的 但是我是因为喜欢 是的 我喜欢宋经则三年了 却一直藏在心底 以至于表妹发来偷拍的照片时 我酸了 却又不敢在宋经则面前表现出来 姐 十万火急 照片里这个 这是不是姐夫 我偷拍的 有点糊 不敢确认 照片里 她和一个女人 正在餐厅吃饭 女人怀里 还抱着个婴儿 看起来 也就两三个月大 我不由地想起 一个月前照情的话 人家安然的孩子 都两个月大了 我没献过安然 但是直觉告诉我 照片里这个女人 多半是安然 宋经则刚刚才和我打电话说 工作忙 不能回家吃饭 下一秒 就被表妹拍到 在和别的女人共进晚餐 想到婚礼上她发的事 眼眶变得酸涩不已 宋经则不会出轨了吧 我颤抖着手 点开和她的聊天框 你在哪儿 她秒回 吃饭 没骗我的确是在吃饭 一时间 我不知道怎么回复她了 要是只是一场误会 那丢脸丢大发了 要是是真的 更扎心 毕竟是被喜欢的人律呀 我不知道怎么回 索性熄灭了屏幕 过了一会儿 屏幕亮起来了 怎么了 宋经则发的 终于 我下定决心问清楚 和谁吃 那边足足有一分钟才回 客户 和带孩子的客户吃饭 哪个客户要带刚出生的婴儿来吃饭 当我傻魔 一气之下 我违背了和宋经则的约法一章 独自来到酒吧 暗紫色的灯光下 穿着热辣的女孩们在舞池里狂欢着 为了报复宋经则 我专门 我专门点了好几万的酒 叫上几个帅哥 一起碰杯喝酒 看着年轻稚嫩的脸庞 别提高兴了 就连最基本的兴致也没有 我一连灌了一瓶酒 顺带打了个酒阁 脸上的坨红掩饰不住醉意 苦 心里除了苦 还是苦 一个帅哥凑到我面前 直勾勾的 小姐姐 加个微信 我躺在真皮沙发上 看着那张比宋经则逊色不少的脸 别了别嘴 我可不是姐姐哦 我是已婚少妇 我老公可厉害了 你想勾搭我出轨 小心被他打官司 打得连裤叉子都不剩 帅哥满脸黑线 这不可能吧 这么年轻就结婚了 说着还看了我一眼 紧身露齐T恤 配上热裤 因为穿着清凉 所以看上去年轻了不少 他的眼神炽热 像是要把我的衣服 盯出一个洞 我神色迷离 闭着眼答 对 结婚了 所以 你想也别想 我这辈子 只爱我老公一个 话落 帅哥陌生了 金属契乐声震耳欲聋 我放心大胆地趴在桌上 嚎啕大哭 臭宋金泽 居然背着我找别的小姐姐 还找乙玉的 渣男就该被千刀万剐 不知骂了多久 有人拍了拍我的肩 骂可摸 喝水 我拿着纸擦了擦眼泪 转过头看他 谢谢兄弟 咦 怎么越看越像宋金泽 一定是喝醉了 宋金泽怎么会在这儿呢 毕竟刚刚喝了整整一瓶高度数的酒 不醉才怪了 我揉了揉眼 傻呵呵地拉着他的手 来到舞池 帅哥 你尝得好像我老公啊 他的脸上 彭腐蒙了一层雾 我怎么也看不清 帅哥一手护着我的腰 嗯 是魔 我使劲点头 当然是啊 接着 我使劲到苦水 但是你比我老公好 我老公整天虐待我 不让我吃饭 逼着我生娃 我毫无家庭地位 可惨了 我以为他会安慰我 莫想到 他又重负了一遍是吗 我贴近他耳畔 故作可怜 帅哥 那你就不心疼我魔 终于 帅哥脸上有了表情 不过不是心疼 是笑 他掐了掐我的腰 林欢 我怎么不知道 我整天虐待你 腰上骤然一痛 泪花在眼眶里打转 我清醒了几秒 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眼神聚焦在他脸上 我彻底醒了 老天爷 为什么宋经泽会在这 我脸色比吃了香还难看 声音细如闻 你 家法伺候 不就是虐待我吗 宋经泽在我脸上轻酌一下 那不给你饭吃怎么说 不是你要减肥磨 逼你生娃 不是你不想生 我一直做好措施膜 明明都是反问句 宋经泽却用得肯定的语气 我酒醒了大半 正欲解释 宋经泽突然把我拉出了舞池 过程太粗鲁 我心跳得七上八下 莫忍住 哦 吐了他一身 洗手池旁 宋经泽黑着脸 处理完了身上的污渍 我在原地愁愁 不知道说些什么 太尴尬了 背着骂人 被本人听到了怎么办 在线等挺急的 不过 他都出轨了 我还在这儿心虚个什么劲 明明该心虚的人是他 我挺挺胸脯 主动掌握节奏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不是在吃饭吗 刷卡有消费记录 宋经泽拉着我出了洗手间 语气严肃 临欢 我有没有说过 别一个人来这种地方 刚刚那男的 在你酒里面下药了 如果我莫来 会发生什么事 嗯 我这才感到后怕 刚刚都喝醉了 完全没有注意到 那人的小动作 要是真的喝下去了 我舔了舔唇 转念一想 宋经泽 你这是在关心我 宋经泽愣了一瞬 很快又恢复正常 我就你一个老婆 不关心你 关心谁 他承认了 仅仅是在关心老儿一婆 不是关心我 心中燃起的小火苗 再次熄灭 我红了眼 要是我不是你老婆 你还会关心我吗 宋经泽沉默下来 握住我的手 林欢 你今天很反常 为什么哭着骂我 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 我头也不回地 甩开她的手 连多年以来的淑女形象 也不要了 为什么骂你 你心里墨点数 话落 我心底暗含西记 她却没有任何解释 我垂头看着脚尖 任由泪水滴落 宋经泽 我们离婚吧 我走了 宋经泽没有追上来 尽管泪水模糊了双眼 我还是一眼认出了宋经泽的车 此时 后座上正坐着一个女人 她抱着孩子 正在喂奶 感性因子爬满了心头 我边哭边踹了车门击脚 安然连忙阻止我 哎 小妹妹 你喝醉了吗 这车可不能踹 死贵 看着车身上的几个鞋印 我心里畅快了不少 我知道啊 这车三百多万 还是我亲自选的 还有 我不是什么小妹妹 我是宋经泽她老婆 有结婚证那种哦 我一脸轻蔑地望着她 竖了个钟指 潇潇洒洒留下个背影 骂人很爽 后悔来得更快 我今晚住哪呢 我没带身份证 开不了房 婚房肯定是不能回了 张燃也莫接电话 更不能回酿家呀 我抱着一扎啤酒 慢无目的地顺着小路游荡 顺便在心里问候了 宋经泽几十遍 直到肚子长得不行了 我才停下脚步 环顾四周 漆黑一片 那你 这是哪儿 打开定位一看 已经走到郊区了 凌晨三点的郊区 阴森森的 还没车 完了 喝了五罐酒 想方便怎么办 思来想去 只有一个人能来这儿了 我拨通了110 警察叔叔 我迷路了 我好怕呀 我老公把我抛弃了 你们能不能来接我 同一时刻 我把定位发给了宋经泽 来接我 反正也要离婚了 就要烦死他 还能多留下点印象 可是 让我震惊的是 我走了三个小时的路 宋经泽五分钟就到了 他在车上冲我按喇叭 林欢 上车 我往后座看了一眼 莫看见安然 我撇撇嘴 矫情道 宋经泽 我要你抱我上去 反正他也不会顺着我 我就过过嘴瘾 你不抱我 我就不上车 宋经泽沉默一会儿 推开车门 来到我面前 手中的啤酒瓶被我捏扁了 我紧张地眨了眨眼 不会吧 真的要抱我 黑夜之中 我看不清他的脸 我平住呼吸 宋经泽 宋经泽嘀嘀地应了一声 怎么了 我喘了喘气 打开手电筒 你能不能快点抱我 宋经泽挑了挑眉 不能 你先和我说为什么提离婚 我捂着肚子蹲在地上 能不能回去再说 宋经泽一脸疑惑 我泪眼汪汪 我想上厕所 别废话了 我喝了五罐啤酒 憋了三个小时了 宋经泽一脸无语 三两下把我抱上车 发动车子 动作一气呵成 回到家 我彻底释放了 宋经泽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 找我要离婚的理由 我沉吟片刻 点开备忘录 准备把手机递给他 递到半中央 屏幕弹进来一通电话 110 我这才后知后觉地想起 我刚刚是给警察叔叔打电话了 完蛋 喝了酒 做过的事情已经不记得了 我赶紧把手机扔到宋经泽怀里 烫手山芋还是得留给工具人来解决 宋经泽接了电话后 一直在摁 摁了两分钟 终于挂了 看着他阴沉的脸 我总觉得事情不太妙 果然 下一刻 宋经泽拿起车钥匙 走吧 去警察局 啊 这膜严重吗 他眼底的眷色不眼 去证明我没有抛弃你 到了警察局 没有等我解释 警察阿姨就直接批了宋经泽一读 作为男人 你要有担当 看你长得人模人样的 怎么还扔下人小姑娘一个人呢 都凌晨三点了 你把他一个人丢在那 万一遇到什么危险怎么办 果然是警察 讲道理 那叫一个好 十分钟了 都不带重样的 宋经泽破天荒地听了进去 扑 看着他受气的样子 我恨不得拍手叫好 阿姨滔滔不绝 人小姑娘 口口声声在电话里说 喜欢你三年 你这心怎么这么硬呢 我老公在大润发杀了十年的鱼 都没你这么绝情 宋经泽脸上终于有了表情 您说他喜欢我 警察阿姨点头如捣蒜 小伙子 你媳妇儿不喜欢 你还能喜欢谁呀 我咧着的嘴角 猝不及防地合拢 阿姨 说得很好 下次不要再说了 收到宋经泽审视的目光 我脸上挂不住 装傻充愣 阿姨 您记错了吧 我好像没有说过这句话 小姑娘 害羞什么呢 我录了音的 咱们听听你的原话 说着 阿姨点开了录音 呜呜呜呜呜 警察叔叔 我老公不要我了 他出轨了一个已婚的美女姐姐 还骗我说是在谈工作 此处省略一万句吐槽 我喜欢他三年了 可是我觉得我配不上他 根本不敢让他发现 我是单亲家庭 我婆婆瞧不上我 我老公也不喜欢我 我真的好惨啊 警察阿姨 我的哭声足足持续了一分钟 他 电话挂了 警察阿姨摸了摸我的头 姑娘 我女儿也和你差不多大 也是单亲家庭 单亲家庭 并不会低人一截 你首先得把心态调整好 我脸上火辣辣的 虽然阿姨说得很有道理 但是我的注意力 全在诵经则的反应上了 自从听完录音后 他一直沉默着没有说话 时而看我一眼 时而垂下头 不知道在想什么 同床共枕三年 他对我而言 还是陌生的 被教育完 天边已经翻起了鱼堵白 上了车后 宋经则从后视镜里 看了我一眼 我慌忙地躲开了视线 一路上 我闭着眼缓解尴尬 等红绿灯的时候 宋经则的视线 时不时落在我身上 林欢 我不会是要说不喜欢我 让我死心吧 我掐了掐手心 直接打断了他 宋经则 你别说话 我困了 宋经则 闷闷唇 发动车子 一路上 在未开口 等到了家 我三两步 跑到浴室待着 准备等他去上班了 再出来 过了一个小时 外面终于莫动静了 都八点了 应该是去上班了吧 我小心翼翼地推开浴室门 刚透了一条缝 就看见了已在门外的宋经则 还没走 工作狂居然乔班了 我吓得双下巴都出来了 用毕生最快的速度关门 门末关上 倒是加到宋经则的手了 宋经则脸色憔悴 欢欢 我可以解释 欢欢 他第一次这么叫我 我幻想过无数次 他叫我小明的声音 却都没这次经验 普普通通的两个字 从他嘴里念出来 格外好听 看着被加红了的手 我心软了 一下子松开了门把手 宋经则 你想说什么 宋经则红了眼 认真道 首先 我不知道 我妈那魔伤害过你 我替她向你抱歉 我靠着墙 心中五味杂陈 哎 林欢 你可千万别心软 就算她道歉了又怎么样 还不是出轨了 我冷笑一声 那你昨天怎么和别的女人吃饭 宋经则摸了摸我的头 你误会了 昨天和我一起吃饭的人是我表姐赵安然 她准备离婚了 来咨询我一些事情 我们婚礼的时候她莫来 所以不认识你 她无奈地叹了口气 你想哪儿去了 我在你眼里就是这么不可靠的人吗 听了她的解释 我人傻了 原来她没出轨 这比坐过山车还刺激 庆幸 愉悦 劫后余生 我一时得了失语症 不知道怎么回应 宋经则看出了我的窘迫 你不用说话 我来说 你觉得我为什么会娶你 我想了一会儿 因为我漂亮 宋经则许是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被我逗笑了 你觉得呢 她凑到我跟前 静静地看着我 第一次发现 宋夫人真的挺好看的 不是林小姐 是宋夫人 近距离接触宋经则 我心跳失衡 一直都想问的问题 你该不会也喜欢我吧 话落 她搂住我的腰 郑重其事 林欢 你说得对 我喜欢你 从你高三的时候 就喜欢你了 我再一次愣住 那个时候你也高三 宋经则问了声 高考完 我加了你的联系方式 但是你没通过 我知道你和我在同一所大学 所以也不急 但是我没想到 大一刚开学一个月 你就和方辰谈恋爱了 知道你和方辰分手的时候 我和他打了一架 我心疼他 给你带来了伤害 也庆幸他放过了你 我才能承虚而入 林欢 我们蹉跎了七年 说到最后 我泪眼朦胧 你到底是怎么喜欢上我的 宋经则神秘地笑笑 以后再和你说 现在有正事 我是律师 从打官司上说 你可以会输的什么也没有 离了婚之后 你没了钱 也不能找小哥哥了 也不能天天买新衣服 新包了 不能随意和张染开party了 不能天天换着跑车开了 宋经则一脸郑重 你确定还要和我离婚膜 我连忙捂住她的嘴 老公 我不离了 死也不离 毕竟 相爱不是那么容易的